大家好,講到利物浦的蔡侯萍 這場球真的比我想像中贏得輕鬆很多 我相信比賽之前,利物浦球迷同一樣 都會有點擔心 例如兩個正選中堅位 今天用到後備球員高尾斯以及馬迪普 而嘉雲貝志剛剛加盟未可上陣 馬利士打防守中場屏障位 令人擔心的地方就是高度 對抗性的問題 未必能夠阻擋維拉的反擊 尤其是維拉今季的陣容撞大了不少 前面他們的反擊速度可以說挺快 我猜利物浦今天是會有麻煩 甚至未必贏得 誰知反而是非常順風順水 順到可以說有段時間是沒有難度 高普賽後訪問,心花路況 我想他都沒有想過維拉可以踢得那麼差 說一開球維拉已經輸了角球落後 但正常來說這麼早落後 都會暫時用賽前的部署打上半場先 而其實維拉都不算是亂了 都是真的打賽前的部署 但這個部署我一直看 就越看越不明白是什麼 簡直是一頭冒水 進攻的時候 維拉他們假裝強隊 但又完全做不到 而放手就假裝弱隊 但又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奇怪 聽到這一道是否開始不明白 那究竟維拉今天在搞什麼呢 要講解到這個道理出來 我會今天用一個全新創作出來的足球理論 來為大家解釋 今天這個情況 就是愛美麗又進入了中等級數陷阱 這個是我今天最新想出來的足球理論terms 愛美麗往往都是這樣的 他稍微擁有較好的陣容 他稍微是搞一些比較強的球隊 他的戰術呢 就支撐不到的 那他整體成績呢 就會墮入了一個叫做中等級數陷阱 這個本來是經濟學術語來的 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說一個國家 他由一個發展中的時候 突然之間是崛起 而高速發展經濟 一路發展下去 但是去到一點 就去到中等收入的位置 那就停滯不前 因為缺乏了軟實力和創意 他就沒有辦法再二次加速進步爆發 那就不能夠再去到高級經濟體的程度 那個水平 結果就停留在一個中等的位置 就是中等收入的這個層次 就好像一個陷阱一樣 那愛美麗的戰術呢 也是好像這些國家這樣 球隊一路都壯大發展 一個轉彩槍呢 就高速增長的時候呢 高速發展呢 但是去到一點 愛美麗的戰術 欠缺軟實力 組織欠缺創意 球隊 結果是沒有辦法二次爆發呢 就停留在中等級數那裡 而沒有辦法升格上去 做到強隊 停滯不前 就入了中等級數陷阱了 其實愛美麗她不是第一次進入中等級數陷阱了 不過之前我沒有怎麼用這個詞去說 我還沒想到 今天才想到 當時的執教阿仙奴都是這樣的 她的戰術往往就不適合強隊 她下去教那些西甲啊 那些中型班她就可以OK 打到歐霸冠軍都可以 只要保持中型班的球型級數 中型班的戰術就可以了 但她去教阿仙奴啊 教強隊呢 她就教不行了 或者阿仙奴維拉的陣容越來越似強隊呢 又教不行了 有些教練都是這樣的 林帕特啊 斯蒙尼啊 盧帕古啊 紐卡蘇現在都可能是準備進入這個陷阱裡面 陣容高速增長 但是戰術高度支撐不到 今天的維拉呢 是表現了這件事出來 她後場想猜的 但是她又未練成強隊的後場組織的意識 導致呢 後邊拖離帶水 經常失誤 也就是說其實他們應該打中型班簡單直接啊 應該呢 就是要打一些快一點的上去啊 但是他們又不是這樣啊 那結果呢 他們就打不到快攻上去了 完全用不到前面球員的速度 而衝擊不到利物浦的弱點位咯 衝擊不到利物浦的屏障位 防守中場位啊 掩蓋了利物浦最近的防守問題 30分鐘之後呢 才有第一次的速度型進攻打倒出去 但是沒有射門的 真正第一次有個反擊射到門的呢 32分鐘 那終於呢 都叫做捉到一次半次 高尾斯特陸 那其實呢 當時已經是過了30分鐘了 就是過了自己最寶貴 最有體能 最有速度的階段 那所以呢 往後再做出來的東西 就越來越沒有威脅 那最終呢 進不了球的 打反擊 就當然是把握頭30分鐘的嘛 通常那些反擊入球呢 都是這個階段時間裡面發生的嘛 因為你最有體能最快的嘛 你要把握過一段的嘛 但是維拉竟然是不把握過一段的 後面還差來差去浪費自己的時間 坦白一點這樣說 維拉只要正正常常打過 真是快的出來 其實你都會見到那些人是快的 那包括呢 迪亞比啊 拜利啊 而利物浦個別位置呢 是弱一點的 那所以呢 你不攻他們那些位 你不早點攻那些位呢 就真是傻仔了 如果維拉今天一心一意 一開球就這樣打的話呢 其實他們有機會入球的 那他們就是踢發含糊不清 簡直含糊到連這個 這個搬尼都清晰過他們的 那搬尼就不是中等級數陷阱 搬尼呢 是長長入主攻陷阱而已 就是他們不應該主動去主攻 他們去做這件事而已嘛 他們成績是很差啊 那但是他們起碼的戰術呢 是沒有這個自相矛盾 他們都一心一意去入主攻陷阱的嘛 只不過那些球員級數呢 他打不到強隊的戰術的意思 但是維拉就很奇怪了 你根本呢 就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 是自相矛盾的 中型班的戰術 又不是強隊的戰術 又不是中下游 又不是三不像的 強行後邊差 想學強隊但是又踢不足又不像 而且 想去學強隊 但是又不是真的會做強隊的徹底壓迫 是沒有怎麼做高位壓迫的 而他們又不是做中型班 中下游分子的收縮防守區域 後防線深度又不夠的 好奇怪了 這個就很矛盾了 結果形成了一樣東西 叫做無靈兩可壓迫的無用防守方法 利物浦第二個入球 簡單直接大腳踢上去 就立即衝過了後防線 這樣就搞定了快攻入球了 今天利物浦根本沒有真真正正面對過密集 很多的進攻 盡快完結攻勢高普11快攻 都搞定了 夠玩的了 也不需要花什麼心機後場組織 不需要面對壓迫 那補變形系統都免得做 不做都沒有影響 所以利物浦今天是相當容易吃的 心花怒放 這個維拉 他一開球就落後了一個球 其實都不是說藉口 因為無用的防守方法 始終都是無用的防守方法 無論你任何比數下 你這樣做都還是無用的防守方法 總之愛美麗的戰術 他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他的素養不夠 今季大量投入資金 你給他幾有級數球員 他反而就不知道怎麼做 他繼續打中型班的戰術 又好像不好意思 但你叫他升格打強隊的戰術 他有點不知道細節怎樣 現在維拉的成績就變成這樣 中規中矩暫時叫做排第10 就贏兩場輸兩場 但你贏的那一場 就現在正在走的叫做 降班降閃的搬離 還有就是近年積弱的愛華頓 另外那兩場輸的 兩場都是作客 也都是大戰輸給紐卡蘇利物浦 其實本身這兩場輸了 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一次是輸5-1 一次是輸3-0 過程當中好像沒有還拖之力 人家要解僱你 就解僱你 即是說踢八戰術是糟糕的 第一場作客紐卡蘇都可以說 沒有狀態 多受傷 但第四場作客利物浦 又不是真的不夠兵力去用 後備陣容還挺好 甚至後備陣容輕微好過利物浦後備陣容 但愛美麗就是不夠戰術去支撐陣容 就維持在中等級數陷阱 好了 那就講了很多維拉 現在開始講利物浦 戰術方面 都沒什麼好講 對面太頑皮了 太簡單輕鬆就搞定了 不講戰術 講球員 一定要講這個 沙寶斯麗 這個一開球的遠射 嘩 不講得少 通常進攻各球 那個球敵出禁區外邊 就有個進攻球員遠射 正常人見到球來勢 剛剛那麼順 其實很多時候 都羅伯陀卡路士上身 就腳面Band 下去 但是這個沙寶斯麗 很厲害 他不用力的 這一下他用陰力 用陰力 就盛在可以擺靚位 斯加路他看到了 剛剛放球到尾袋 龍門是不能夠的 因為太漂亮了 而且球的位置 他踢下去是很準 剛剛好硬 不用用力 就已經 球速是不慢的 非常漂亮 很瀟灑的日波 這些射門 其實是很少見的 通常都大Band 磅 磅到就磅 磅不到就 球就炒機 磅到就掛網 但是有時候 你看一下這些 中庸之道 又不是很大力 又不是完全沒有力 剛剛好 夠力就行了 只要放尾袋 這些呢 就另外想起白必圖 巴西以前 九四世界盃 冠軍功臣白必圖 他按的那些 完全不用力 但是呢 你是沒有反應的 龍門 你只要厲害到 你令到龍門 不跳 不反應 你慢慢射 球幾萬都入 就是這個概念 這個就是這個球 另外 比賽的途中都講過 在我的主要評論的時候都解釋過 超級連結人的角色 可以打一些來回高速球 或者可以打一些快攻的比賽品種 最適合他的 一定是交到功課的 這裡中了 至於面對密集方面呢 我還是這樣講的 給點時間先吧 另一個呢 很適合今天的比賽品種球員 就是這個紐尼斯 第二個入球 第三個入球 跟他有關 第三個入球來說 不是打快攻 不過用到他強項 就是那些 用頭鎚 空中霸王 頭鎚 二傳給沙拉 這是角球來的 空中霸王四個大字 轉會評論講過之後 就好像一直都沒有怎麼講過 今天終於都可以用回這一句 去形容紐尼斯 李物浦當時買他 當然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空中霸王 當然還是買他的速度 維拉推高後防線 完全沒有收縮 反而提供了空檔位 給紐尼斯發揮速度 又是可以突破後防線 向前爆 那種 一路追球 不用怎麼控 不用怎麼想 像紐卡蘇那場 追上一腳射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其他事 簡單就適合他 第二球球 以及及後的一個中微球 都是這樣的 而且今天 紐尼斯 他面對空間 沒有那麼細 廣闊一點 他打出來的快攻 變成簡單的支點 空位多些 直接回後 他做到下 但是空間 某程度上 掩蓋了技術 不夠的問題 不過 有時候空間多大都好 你還是會看到一些離譜的控球 例如31分20秒 空間很大 有機會打反擊 但是根本很簡單的控球 他都拿了不知道去哪裡 只要做好一點的話 利物浦這下都肯定是一個快的反擊機會 46分鐘50秒 在邊線拿球 應該要簡單送直 線到底線 他都選錯方向 總而言之 你不用他用腦 他爆下去 一腳ban 他可以的 但你要他用腦 想一下控球怎樣控 組織怎樣做 他還是不行的 好了 PATREON片比賽單 我們會講講 接下來利物浦會進入一個挺艱難的賽程 包括要對很多 應肖二界 積分綁到前列的球隊來的 再加上有聯賽杯 有歐霸 9月尾 10月中的這一段 利物浦會怎樣的呢 留意PATREON的片比賽 只要講下去 記得要支持PATREON YOUTUBE這裡 記得給點Like Subscribe 按鐘仔 給點有意義的留言 才可以幫到Channel的增長 多謝 接下來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的足球評論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記得加入PATREON 會越來越多獨家的節目 包括獨家轉會評論 獨家賽後平 獨家大戰預測 獨家英超強隊 每週文字預測 加上YOUTUBE普通影片 最後的片尾彩蛋 要聽完以上的節目 都只需要40港元 再加多20元 就有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 再預測兩場準備開波的大戰 如果再想支持多些 就可以看額外的比賽剪接畫面 再預測 精裝版微觀昇華同步 加入最高的球王級別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學生長者 或者有需要人士 就可以以75元的優惠訂閱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